我现在所站的这个点呢 就是渔村的两山绘制公园 我背后所看到的就是 渔村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 这一块纪念大石头 渔村呢在原先啊 在03年之前是一个工业强村 有矿山有水泥场 从03年至05年关闭矿山 水泥场发展休闲旅游 整个村庄呢在03年之前呢 是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过环境污染比较严重 相对于安吉来说 渔村那个时候呢是安吉的首富村 不过在那个环境污染这一块呢 是比较厉害的 我们老百姓呢也不敢开窗户 洗的衣服呢也不敢塞在外面的啊 03年至05年关闭矿山之后 06年呢是修了一条竹干道 就是我们渔村的这条东西带状奔布的 07年呢是环境综合治理 是渔村的污水处理跟垃圾分类的一个处理系统 不过现在好了啊 转型到休闲旅游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现在环境也好 空气也好 抚养离子也特别高 我们现在整个村庄呢 也是以休闲旅游为主第三产业啊 整个村庄老百姓呢 也都是家家户户开一些农家乐 开民宿 买一些安吉的农特产品为主 因为安吉呢是做美丽乡村的 美丽乡村呢 安吉188个行政村是全覆盖的 呈现了就是一村一品 一村一艺 一村一景的一个大格局 像我们渔村呢 就是围绕绿水青山 就是青山银山的这个主题来展示的 我们美丽乡村安吉也算是一个发源地啊 美丽乡村围绕的就是春春优美 家家创业 处处和谐 人人幸福来创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